福報跟功德是不一樣的事情 那福報跟功德為什麼是不一樣 各位我們都知道 功德 他是不生不昧 取之不盡 用之不解 這個福報 他是生媚的現象 可是兩者是絕對不同 一個是不生不昧 一個是生媚的世界 那個這個功德他是出世間 而這個福報他是世界的東西 政見是什麼 就是無為法 什麼叫無為 不用作為 為什麼叫不用作為 絕學 無為 賢盜人 他本來你就有的東西 這個稱為叫無為 所以本來就有東西叫無為 所以他就是我們的自信 就是我們的自信 這樣聽得懂嗎 而這個邪見是什麼 他是有為有作為的 既然有為他就有生媚 所以金剛經一直告訴我們 怎麼樣入賢盛 從佛的角度裡面 我們說要超完入聖 你要進入賢跟聖 賢能跟聖能 金剛經怎麼告訴我們 一切賢盛皆以 無為法 而有差別 各位 西方極的淨土 是無為法 西方極的淨土 是功德的世界 不是福報的世界 福報的世界 是我們 三途 六道 才是福報的世界 所以勇家大師鄭道哥有沒有記得講這句話 他說 絕舉了不施工 一切有為法不同 那什麼叫有為法 祝向不思生天虎 游如仰見色虛空 勢力盡 見寒對 招來來生不如意 真是無為實相門 一招一招 直入如來地 無為一招直入如來地 為什麼 本來我們就直入如來地 是眾生 不知道而已 眾生迷而已呀 這樣聽得懂不懂 所以各位 西方極的淨土 為什麼能成就如是功德的莊嚴 就是因為它入法界 那各位 這種功德 就是法界心 入法界 才叫做功德 世界的這一切 只是福報而已 所以世界這一切是福報嘛 勢力盡 最反對 招來來生不如意 換句話說 進入如來地的功德 是在刹那間而有 所以換句話說 往生西方極的淨土 是要過程還是刹那間 刹那間 頓間 往生西方極的淨土 所以風明就在眼前 那這個當下的當下 要從有為法 進入無為法 就是一個見地 不是你修來的 很多人說 我要修到無為法 可錯了 你修行錯誤 它是見地 所以勇家大師才會講第一句話 絕即了 不輸功 什麼叫絕即了 絕 你知道絕悟 即了 了 就了了 絕即了當下 不輸功 什麼叫不輸功 不是 你做什麼功課 做什麼功德來的啦 不用 為什麼 眾生本據啦 所以各位現在也都能修行 我一天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樣 我做到什麼什麼功德 各位 當然啦 走過壁流痕跡 頂多福報而已 而且 你不知道 什麼叫功德 你在累積福報的當下 你的環繞就生出越多 你本來是要除去包裹的 你現在要多幾個包裹 來讓你環繞 可看就是 看人多修行人數就這樣子 勇家大師就告訴你 絕即了不輸功 一切有違法不同 他跟有違法不一樣 一切有違法不同 那什麼叫有違法 助相布施生天福 你著相 去布施的著相 包括你辭奏念經 你拿錢去供養 去供養佛事 去做善事 你只要還有著相喔 著相布施生天福 什麼叫天福 這就是福報啊 猶如仰見舌虛空 施力進 進行對 招來來生不如意 你的福報用完來生不如意啊 而且你福報還沒有用完下半詞 是富貴 富貴學道欄 你有難為的福報 三次佛冤到第三次 又墮地獄 又墮三二道 很多墮三二道都是富貴人去的 聽得懂不懂這意思 所以招來來生不如意 所以勇家大師告訴我們 怎麼辦 真是無為俗相門 進入無為俗相門 俗相就是法界門 進入無為法界門 各位什麼叫無為法界門 不執著 你心不住 當你心不住的時候 金剛經告訴我們 菩薩布施而不著相 盧人有目 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 一招 一操 直入 如來地 什麼叫如來地 入本心 就是往生西方 進入了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